好了,我現在不說了,本來我已經下載了一些照片 就是講我最後那兩天歐遊,就是在這一節講完 不過呢,還是留下明天呢? 快講吧,我就不講我去英國的時候 我講我最後,我昨天講到我怎樣在荷蘭遇到這個千免大陸 話說我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其實我真的堪職阿姆斯特丹地打 最後那天,是早上來的,其實就沒有陷阱了 因為我們下午就想著,大約是四點鐘飛到英國 如果你說阿姆斯特丹荷蘭飛到英國,大約是一小時左右 但是你還是要坐飛機,也是兩點鐘左右去到機場 於是我們那一早就沒有安排什麼陷阱 吃完早餐之後,就去一個Sales Museum 但是那個Sales Museum就是我跟你們講的真能幫的東西 不是那些,就是拍一下,其實我這種廟師我覺得很容易做 我想我也可以在香港搞的 隨便找一些色情雜誌,放在我的櫃擺 收藏一些有趣的性玩具,以前廟街買的啤牌 那些東西,那些人就會給10磅,一個人王 那是樂業不絕的,那我入場的時候呢 我已經給20磅,我還在一個袋裡拿牙磅出來 那昨天我已經講過,你們兩個沒有聽到 那其實呢,我過去在香港是從來不戴袋的 我是擺褲袋的,那這個原來就是最安全的辦法 而我太太覺得,你這樣很危險 我聽到別人在歐洲,於是買個腰包給我 那個腰包,那個拉鏈也有一個蓋子 那我在樂業磅給那個boss office 就是買票房那裡,都是有錢的,有錢還在 那我再說一次,我的腰包裡面呢,是有一個膠袋的 那些蜜蜜袋,蜜蜜袋裡面呢,就有我的特區護照 有我的身份證,有我的credit card,有一些英鎊,有一塊港幣 我不知道為什麼帶過去,我數過應該是八、九萬元港幣 那我每次出門我不帶港幣,我是帶幾千元,三、兩千元 就是用來搭的士,吃東西 那次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帶過去,因為其實我後來想 因為我有個腰包我就帶,我每次不帶 那為什麼會放在膠袋裡面呢,因為我不會用的嘛 那些東西,我就放在膠袋裡面 我會用的東西在膠袋以外,腰包以內 其實我還有幾十元,幾百元 歐元,因為在荷蘭裡我歐元 有個BNO,我準備用BNO回英國 我是那天的,那我拿病出來 之前的BNO也是放在膠袋裡面 當我上火車,他就說,沒事的 上火車,準備出機場的時候 打開腰包一看,整個膠袋沒有了 嗯 沒有了 那我呢,就預視一向都很定的 我首先第一時間一看,再看,看清楚 BNO還在,OK,起碼可以BNO 先回到英國,然後我就馬上打電話回香港 處理為什麼 那我到處找,我找都不找 是被人抬了,如果這樣算呢,在車站 那我回來一說,林康正就說,是不是在車站 因為其實呢,大家要留意了,開車站 那我當年很不若,大哥 喂大哥,我又沒有了 立刻想,我當第一時間就打電話回香港 就停了貨幣卡 停了貨幣卡 那貨幣卡停了,沒有用過的,沒有人用過的 好嗎 那麼,那些人說我,我老婆就罵 那我老婆罵,最主要是罵 就說我為什麼要帶錢去 因為那時候叫過我不要帶,就是流出門口 那我照樣,就是不聽她說 但是,至於我為什麼被人偷呢 他就沒有說我 因為老實說你是不知道的 你知道就不會被人偷,人家是專業的 是吧 所以去到歐洲呢 後來呢,所有的朋友說的,最安全就是代褲袋 好嗎 那麼,其實你根本沒有機會用錢的 不要說,港幣不會在那裡用 你其實,根本你的錢 我告訴大家,如果你準備歐遊的話 是搶定幾百元 都多的,可能幾十元 我想一千幾百元港幣才夠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用貨幣卡的 什麼都是給你卡的 乘車也是的,買船費也是的 就是當百元港幣那樣用的 好嗎 那我就種下了一個 今次就種下了一件事 就是令到我要去到萬城 就去萬城領事館 拿回我那個 即是回來香港的Document 因為我已經立刻看到香港的入境處問 而這一個就是我認為 我整個22日裡面 最開心,最好笑的過程 但是我今天不會說的 因為實在太... 我也怕有些危險 我只能夠這樣說 當我去到萬城領事館 之前就說 抓人去打 我只能夠說 他令我想起 我應該要怎麼說呢 令我想起 在看港產片裡面 那些被人調去 什麼沙頭角 或者成龍在 警察故事裡面 在長洲 那你可以想像到 他們是幾... 我不用理一下 是幾... 慢活 boring 是啊 為什麼 他裡面 因為 他都要 verify我 是不是我 我是不是burry 又有什麼採納指紋 又有面識別 那些機器 又有什麼會客室 好想的 但是最後 我當然不需要 任何事情都 而那種 對我的信任 是令到我 那就可以了 但是一驚 我真的要這麼說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 聽到他們 有懂得說廣東話的職員 他們都說 你很英俊 我心想 我都很久沒有人說我英俊 就是... Anyway 那你去到長洲警署 當然是英俊 沒時候見到那些人 不是的 我們先看看照片 看看照片 我們可以先看看照片 我們在荷蘭的時候 如果正常人 我又沒有什麼 就是日本的 我們在荷蘭回到英國的第一晚 就約了閹雞 和我兒子 就在曼城吃日本的食物 因為很多照片 都是有我們的樣子 我不想他們的樣子出來 沒什麼特別的 看第二章 我們去到曼城 也有這些食物 當然沒有香港那麼華麗 但也不是太差 那樣子 這一碟有多少錢呢 其實是百多港幣 那你不能夠說很貴 是吧 因為香港我想也有百多港幣 是百多港幣 就不能夠說很貴的 很奇怪 那時候說在英國 你吃很便宜的食物 那時候吃個常餐 就是沙丁麵 太陽蛋 冬奶茶 是十六、七磅 就是八、六、七元 那就很貴 但你吃這些就是這樣上限 好 然後就是 為什麼我要在荷蘭回到英國 為什麼要回到曼城 不是直接去愛丁堡 因為我有一場幫他看 就是阿仙奴作客奧脫福 現在就知道阿仙奴是聯賽第二 但當日 這個在聯賽還沒有定局之時 他的必勝是一場 那我就 比較早就買票 因為 不知道 其實那時候是很冒險的 其實外國真的大家明白的 譬如我兒子說去去年 還是前年 他有 不知道利物浦 主場最好的一場球 他有個朋友的老爸 三十幾萬 三萬幾磅 買了 誰知道 跟著利物浦 腳軟 應該不是去年 根本最好的一場球 都不是爭冠 沒有關係 那就全部都買了 我們那時候 幸好我都是慶幸的 我去打這場球的時候 都仍然 阿仙奴是有機會的 我們是買一隻什麼票 因為 我問那邊的網友 炒票 又怕他們搞 於是買一些 Hospitality 這些 我不知道如何譯中文 即是宴會票 包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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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多磅一張票 五千多元 但是 坐好的位置 人一輩子 抱著福體 萬元對阿仙奴 我十年都會覺得資金國 我叫我兒子算了 照去 去到 我們早一點 我們十二點鐘就開始招呼 在門口就會有人派 這些掛頸東西 派一碗集 那本書很漂亮 而且去那個時候是宴會廳 你進宴會廳之前 很高級的 就弄了蘭糕香檳 檳州果汁等 你喝 其實我心想 叫你老母 五千多元 叫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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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加皮也能給你喝 其實你喝得多 才是五千多元 好了 好了 這張就是我一台 那些奮槍來的 萬九 其實因為是萬九 我兒子千萬跟我說 他說你去到 不要叫 要讓別人知道 因為我們坐在萬年球迷區 他們有些安保 會請你走 因為怕你們出事 我們這些人是很斯文的 現在我對面這四個 其實有這兩個兄弟來的 這兩個是愛爾蘭人來的 那他們其實大部份都 買得到 因為他們主場球 其實他們有票 買得到這些是世界遊客 當然去本地都有的 那我跟著這個粉紅色衣服 下面就是我兒子 然後就是我 然後我旁邊有兩位 有對男女朋友 然後有家人 那反而他們比較斯文 但是呢 飲宴是極難吃的 幸好 這個 看不見到我那裡有對萬九 那個有個鬼妹 幸好 那她呢 這個是我的主菜 阿東 你用你的眼光看這塊牛 我想你看都知道是什麼 是啊 銅卡鏟 我吃了兩口 這塊東西 不要浪費 這個也是西式湯渣 對 對 它就碎了一條條 老實說 你用我的鑊鑊按一下 它會變成牛肉絲 你知道這是湯渣嗎 湯渣華 真是湯渣華 然後我兒子說 都要吃飯 不要吃飯 我真的受不了 最正常就是最後 甜品最正常 和你喝的紅酒白酒啤酒 都正常 連湯都不行 因為始終不適合口味 好了 再去 好了 看到這個是練球的時候 再去 然後又坐滿人 其實 這些 剛才那場 先看坐滿人 其實現在這樣 大家覺得沒什麼特別 你始終香港沒有人 其實都是 人一輩子一輩子感受氣氛 感受氣氛 最好笑的是 阿仙奴不斷狂攻的時候 那些肉眼不斷狂 很難肉緊 但我又要裝得很肉緊 好像你們一起很肉緊 好像阿仙奴一入球 他們在那裡打氣氛 但其實他們不是很打氣 因為真的 萬年 昨天你坐的那些 說真的 有些文明 不是就是旅客 旅客為主 文明一點 有錢一點 又不是 有遊客 都是 都不是 主場去那個萬年堂迷區 但都是屌 但最重要的是 我們一定要忍住 我90分鐘 到阿仙奴入球 他們在那裡打氣氛的時候 我又在那裡打氣氛 打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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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OK的 再去再去 我們看看下一張 因為 其實 有職界人造圖 施朗2023年 萬年堅持十年一日 完全沒有進步 老化 2024年 統計顯示奧脫福的瀑布 有多少米 你遮住了 高達55米 正式成為英國第四大的瀑布 我們那天真的很誇張 哇 這些水是這樣的 如果 還在踢球的時候 那些人根本就不好 你怎麼說 但是我真的想問 為什麼你會坐到萬年那裡 因為沒有位置 我是在萬年的官網 買票 買不到 下一張 接著我們保定局 這是什麼地方 小屋 當然不是 這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住 英國萬切斯特的領事 這麼多 的正門 但是他不開的 你以後會不會入 這麼奇怪 其實我真的想給大家 中國人來 我真的想這件 真的不是這麼奴隸 你正門不開 要走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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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還有沒有照片 是其他的 應該